最近我們生活的情況變得很多 我們雖然在台灣疫情的情況不嚴重 可是全世界情況對全世界有影響 歌隊學院是德國文化中心 我們跟本地的夥伴一般的合作方式 我們會支持德國藝術家來台灣參加你們的藝文活動 我們的工作方式最近變成很大的 因為國際旅遊有影響的情況 德國藝術家不能直接來治理 所以我們很高興能支持這個展覽的一些數位活動 比如Q&A 拍電影 可是最基本的就是你們台灣人對這些題目的興趣 所以我要非常感謝您 我剛才聽說這個合作你們是已經很早開始 2015年從2015年開始策展這個展覽 我估計這個粗狂主義的這個題目在我們在展覽門抗 在很多國家有意思有影響的 因為好像這個50、60、70年代 雖然我們德國和台灣的歷史有不同 可是這個年代在德國也是在台灣是一個發展很快的一個階段 還有之前也是第二個下面的地方是人口 那個時候人口增加了很快的 第三個下面的地方是 這個是第二大戰以後的這個時間 所以我估計之前很多建築都被拆掉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建築專家很快就要成長和建築新的建築 那我希望你們都會欣賞這個展覽 我要表示我覺得這個危機的時間 這個國際交流是越來越重要的 就是雖然我們不能出國出差出遊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國際交流要繼續要 我們要更努力共通 謝謝你們